另外呢 针对台中立委补选其实还没开跑 但是已经出现争议事件了 97岁的前东海大学校长梅可旺 他说他发现了一封他写给党员同志的公开信说 他立委补选支持台湾爱迪生邓宏吉 但在今天梅可旺出面否认了 他强调说我根本没写 他说要采取法律行动 而邓宏吉他也说了他可以不选 但人格不能被侮辱 使得这个出示没渴望庶民的公开信正本自清 公开信到底有没有被冒名 现在出现了各说各话的罗生门